好 诸位法师 诸位联友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时间过得很快 今天是第三天了 所以谢谢大家 在weekend 在百忙中也能来听闻佛法 请和长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济 一起念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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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僧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请关灯 好 请关灯一下 好 一样像昨天一样 首先观想自己坐在大宝莲花里 接下来 观想大悲观世音菩萨在虚空中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你要观想 观世音菩萨像彩虹一般是透明的 自己身体也是透明的 莲花也是透明的 就像现在幻灯片讲看的 第一个 提醒 观世音菩萨在虚空中显现 第二 观世音菩萨会放金色的光 或白色的光照着你 第三 观想观音菩萨放光照着自己跟一切的众生 会分三个段落 第一个 观想照所有的新加坡的佛友 第二个 观想照整个地球的众生 包含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池里游的 水中跳的 我这四句念得很熟 因为我以前是学古汉文的 所有一切大海的云云众生 都在你的观想当中 到了第三个阶段 就观想无量的银河系 无量的恒河沙树的众生 无量的佛国土 都在大悲心的互念当中 然后呢 心放松 现在开始一起做背挺直 身体放松 不要太紧张 这个是调伏你大悲心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你不要期望你看到些什么 然后呢 用心去感受想观世音菩萨 这是属于义佛 然后声音放松 听大悲观音菩萨的圣号 你不用拿念珠鼠 主要的是用这个心去想 佛菩萨 这样子的话 训练你的念力呢 更为清晰一些 这样子静坐几分钟 那么 虽然是音菩萨 这么一个集团 那么 虽然是音菩萨 那么 虽然是音菩萨 那么 虽然是音菩萨 南无幻世音菩萨 观想观音菩萨造着新加坡无量的众生 工作人员可以坐下来一起联系 南无幻世音菩萨 南无幻世音菩萨 南无幻世音菩萨造着新加坡无量的众生 所以我们心量这么小 所以我们会继续轮回受苦 南无幻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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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 饮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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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想观音菩萨造整个地球 你心想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也会护念你 就像孩子 像妈妈一样 妈妈一定是无私地护念孩子 用心去感受 去想 南无观世 饮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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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菩萨爱难 无关事因菩萨 接下来观想观音菩萨照 无量的银河系 无量的世界 无量的佛国土 又无量的大众生 都在大悲心的悟念当中 而发喜充满 难无关事因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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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结束了 轻轻地动一动 今天练习的时间 比昨天长一点点 我个人觉得 这个方法 对于现在的人 生活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现在不论在家 出家都很忙 当你忙到 超过你的身心负荷的时候 常常你是很疲倦的 在疲倦当中 我们的心不太容易生起欢喜心 好 可以请开灯 就好像现在的年轻人 你坐在MRT 你也可以带walkman 听观音菩萨 或诸佛菩萨的咒语 当然你也可以选不同的音调 但是我建议你选一个 比较慢一点的 年轻人呢 可能比较喜欢Hip Hop 对不对 速度快一点 现在也有Disco的 这个大悲神咒 对不对 很好 你很健康的时候 你跳得起来 临终的时候 没力气跳了 当断继的时候 其实声音应该是 慢一点的会比较好 所以我建议你 因为你的心很急 所以反过来 你要用一个慢一点的音调 才能够调伏你的心 慢慢的练习 没有关系 一天早上做一遍 晚上做一遍 当自己累的时候 放松 就听佛号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因为我自己也这样练习过 有时候 当我从早到晚会课 做商业经测的事务 晚上呢 有时候要拜大悲餐 周末还要开会 哎呀 英文讲 exhausted 耗尽了你所有的精力 但是呢 你的心 如果听到佛号 你会感觉 轮回真的很苦 生命其实很短暂 然后呢 你的心 会比较宁静 所以你听阿弥陀佛的佛号 或咒语 大悲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文书菩萨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因为这是观音法门 所以我放观音菩萨的圣号 给你听 然后呢 希望各位能够这样练习 自己的心 调伏你的心很重要 好 不一定要很长 但是呢 时间短一点 五分钟 十分钟都可以 但是它可以一次 两次 三次 慢慢的呢 当你开车 或者是 你打电脑 像我有时候 准备你们的讲义 我打了两三个小时 我就念了两个 三小个诗的 现在科技很方便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知道吗 现在台湾 已经开始在努力进步了 将来的联友 会怎么做早晚课呢 就是你有iPhone 或iPod 对不对 然后一上MRT 就插个耳机 就像唱卡拉OK一样 南魔大悲观世音菩萨 然后南魔来丹内多来亚耶 或是般若心经往生奏 全部呢 都在手机里面 还有图片 这样一直绕 一直绕 一直绕的 现在台湾科技 在发展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 科技很有它的方便 假如你会运用的话 你可以帮助自己修行 也可以提很大的功德 当然 科技也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也有很多色情 暴力 毒品 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也会造很多的恶业的 好 各位请看经文 打开课本 103页 第18行 昨天讲 平等心很重要 希望你放在心里 真话 有时候很难听的 我们中国话说 中言逆耳 良药苦口 那就有一个年轻人 就问我 师父 中言一定要逆耳吗 就不能顺耳吗 很好的问题 顺你的耳的话 会顺着你轮回 执着的习性 所以希望各位 不论在家出家 福弟子要和合 七众要团结 彼此要礼尽 修平等心 这很重要 我学佛25年了 过去生不说 这一生 我都很认真的 每一天在修平等心 小心有一天 大悲观世音菩萨 文书普贤观音地藏 会现一个 你最不接受的样子 来调服你的 那你不要错过 还骂了观世音菩萨 我骂了文书菩萨 那就阿弥陀佛了 请看经文 第103页第18行 持经的功德 胜过于河流的流行 请看经文 善男子如五大河流 入于大海 如是流行 无有穷尽 在古代呢 我们现在的地球 因为地壳变动 称为五大部州 可是这里的五河 是指印度五条 重要的河流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印度恒河 Ganga River 明天会给各位看 印度恒河的这个电影 就Sarnatha 有些人有会看过 恒河在印度教认为呢 它是Holy River 一生印度教的人呢 只要栽芥沪 洗过一次 在恒河里沐浴 你一生所有的罪业 都可以灿除 来生可以生到放天 可是这个对我们华人来讲 很难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去恒河的时候 看天哪 几百万的细菌在里面 对不对 然后呢 上面呢 在烧骨灰 下面在倒垃圾 再下面呢 在洗澡 你很难想象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强烈的宗教信仰 对不对 就像我们喝大杯水 我们会虔诚地 对大杯关心菩萨 有信仰 所以大杯水 有广大的功德力 可是外教徒 他不一定喝大杯水 同样的 在印度 在他们的文化里面 认为呢 恒河是Holy River 所以 我们不要用自己的眼光 去批评它 当然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我们外国人 可能到了恒河 喝了一杯水 你可能立刻就拉肚子了 为什么呢 因为印度人当地呢 他从小就在这种水土长大 他的胃肠里面 已经有几百万细菌了 所以他们不怕 我们呢 只要一杯水 半杯水 喝了 你可能就上吐下泄了 所以 这是不同的文化 接下来再看 若有人能够持持 大乘庄严宝王金 四聚记 所获得的福德 向所有的河流 五条河流入大海 那功德呢 是比这个大海的功德 更无有穷尽的 好 这到这里是 一个段落 接下来再看 丁六 较量所修功德 分四 物一问曰 十笔要差 罗则王呢 就问观世音菩萨 假如友情能够书写这部经 大乘经论 他所获得的福德 到底有多大呢 好 书写请画起来 古代的毛笔 是 古代的经文 是要用毛笔抄的 举个例子 古来的高僧 从印度带外梵文本 到中国 后来翻译 翻译以后是用毛笔抄的 以前在印刷术不发达的时候 真正要抄经 要到长经格 去抄一部经 叫奥弥陀经 我普门品 抄完了以后 你就回去自己做客送用 到了中国 后来用印刷术很发达 就开始有木刻板这样印 那以现在来说呢 事实上 书写只是变成中国的文化 我知道在马来西亚 跟新加坡 也有很多道场提倡 抄经 很好 但是呢 我觉得它不太气时代 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们写 都不用毛笔写字了 我们现在呢 都是用颜值笔 甚至用电脑 对不对 所以现在所有的大藏经 在台湾 由法谷山 中华电子佛典学会 整部的大藏经啊 就变成两片的CD光碟片了 对不对 所有现代的藏经呢 事实上是用现代科技 那所谓的书写是什么 包含流通正法的法宝 它的意思是这个 包含你现在手上拿的讲义 我们流通DVD VCD 流通经典 东南亚的联友呢 都非常愿意做这个功德 尤其印光大师有写 印刷 流通法宝 正法有十种功德 在很多新加坡 印经呢 最后一页都会列入 印光大师所说的 这个印经有十大功德 当然非常好 不过我觉得 有时候呢 最好应该要做调查 所谓调查就是 佛教徒应该要有智慧 现在全球叫 international 甚至英文讲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我发现有些联友 都很喜欢固定 重复印一两部经 比方说什么 地藏经 我没有说不好 我自己也念地藏经 但太多了 多到呢 我们在看到很多 寺庙的结缘柜 都在丢 还有什么 大悲神咒 或者呢 你们很喜欢病 观音灵感真言 其实印经要有计划 在新加坡 我看到了 有几个道场 师父可以公开赞叹 第一个 光明山 还有 还有 福牙寺 还有很多道场 都有 大量的好的出版部门 你应该种那个福田 而不要说自己 为了做功德 而做功德 有人读了地藏经 非常感动 流通地藏经的DVD 也是功德啊 还有 在新加坡可以看到 在台湾 我们呢 我们呢 是用 各种的古汉文 还有注音版 还有 深南字迹 可是到了你们这边呢 你们要用汉语拼音版 对不对 Romanize 所以 佛教的经典 应该要进步 现代化 有些东西 可以广结善缘 比方说 法谷山 或圣言法师 或是 佛光山 星云大师 都有小册子 很好 因为 佛教要进步 要利益现代的人 而不是呢 我就是过功德 师父啊 你就帮我印一本 一千本地藏经 我就是要做功德 问题是 地藏经已经太多了 对不对 你送到寺庙 你没人要啊 那可是呢 你对于图书馆 教你发心 你却不愿意 教你呢 因经典流通 你也不愿意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 有些佛教徒啊 不是说全部 少部分佛教徒 似乎比较固执 而没有智慧 在下面 第106页 讲畜生道的时候 我会放一部短片 给你看 就是讲到 放生 跟义诊 所以佛教徒 学习佛法 要有智慧 现代的书学呢 答案是什么 流通法宝 印DVD CD 光碟片 乃是佛教的 正知正见的杂志 这些都是功德 所以希望你在做功德之前 要有智慧去想一想 接下来再看 下面的经文 物二 达约分三 几一 通达法藏 善男子 若有人流通 大乘庄元宝王金 所获得福德 无有边际 就像大会应讲义 你手上的这个也是经典啊 对不对 当然有些老菩萨 你看不懂字 师父不介意 你专心听 我们有全程录影 但是我上面呢 用了我的生命 求观世音菩萨 而我很礼拜 很恭敬的修持 我做了科判 这个科判是大藏经没有的 是佛菩萨加持 前面也有很多的发愿文 结束的时候 有很多回向文 就是希望你成为修持的课本 请看经文 善男子 所获得福德 无有边际 若有人能书写此 大乘庄元宝王金 他的功德就等于写 八万四千法藏 特别把这条画下来 这是释迦摩尼佛说的 也就是说 你念六字大名咒 这一个句子 万咒之王 包含通达三藏十二部 八万四千法藏 没有差别 所以不要怀疑 这个人当得来生 会得转轮圣王 所谓的来生 就要看你的福德因缘 有时候是下一世 有些人是下三世 有些是来生七世 有些要到十世 他才会做转轮圣王 佛陀在出生的时候 他的父亲 静放王 就请阿斯陀仙人 为他看相 他呢 就有做转轮圣王的福报 转轮圣王 可以统治四大步骤 威德自在 向好庄严 而且他可以生一千个儿子 你看好卫生 very energetic 这些一千个儿子呢 其实都是善人来投胎的 这些都是佛菩萨来投胎 做他的儿子 好 一切其他国家的敌人呢 自然呢 对他的威德 慈悲与智慧 而能够非常的自然臣服 接下来看几二 持名离苦 若有人呢 常常能念 念此经的名号 意思是说 念六字大名咒 我念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这个人就会快速的呢 从烦恼中得到解脱 渐渐的呢 会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 最后远离生老被病死 以及悠悲苦恼 这个经文并不难懂 我就讲快一点 几三 生出花香 意思是说 这个人常常修六字大名咒的法门 心向大悲观世音菩萨去实践 慢慢呢 你的心就会生出 戒定慧真香 请看经文 世人与来生投胎之处啊 一出生的时候 就能够回忆到过去的宿命 有些人当投胎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他还会记得过去的事 比方说 近代的虚音老和尚 他一出生的时候 是一个肉团 他妈妈吓了一跳 以为他呢 生了一个怪物 后来呢 就拿刀子把轻轻的肉给剥开 诶 老和尚就睡在这个肉团里面 这代表这个呢 他过去是圣人 来投胎的时候 没有隔音之谜 然后呢 他过去式的事情 他记得 那有些小孩 他光出生的时候 还不会讲话 但是他看得到人间 看不到的东西 那他也会记得 自己过去式从哪里来 但是慢慢长大的 当他会讲话了 然后看到外面的五欲六成的时候 有烦恼以后 他这个人 记忆就会消失 所以这里讲 能义宿命 乃是是指 你心很清静 可以知道过去式的事情 那有些人 当他到青春期 生理发育的时候 烦恼赤胜的时候 他这些也会消失 可是假如你继续修行 有些人可能平常 记不得起来 但是他睡觉的时候 就会梦到过去式 过去式的录影带 就好像V8一样 重新再放电影一样 那他也会意念起过去式 这是好几种状况 第三个就是 在你精进闭关的时候 甚深的禅定的时候 你会看到自己 过去 现在 与未来 这是真实的 很多人都会喜欢 问 师父我过去式是什么 对不对 过去式是什么很重要吗 可能对某些人来讲 你想要解除你自己的疑惑 一样的 我还是欠你拜 大悲观世音菩萨 我想我今天讲一个故事 我不知道这位脸有没有在 没关系 师父不会讲你的名字 他也是马来西亚人 然后来新加坡 他跟观世音菩萨很有缘 他曾经对师父讲过 亲自讲过 后来我劝他 他也做了 他跟爸爸妈妈 三个人 常常会吃醋 很奇怪 他爸爸妈妈 在马来西亚 他对爸爸好一点 妈妈会吃醋的 跟他闹情绪的 然后他讲究对 妈妈好一点 爸爸也会跟他翻脸的 他就觉得很奇怪 爸爸妈妈是我的 生生养父 那我应该是觉得 我两个都要平等 对不对 但是他常常就觉得 这两个老人家 他都搞不平 后来他听了这个讲座以后 他跟观世音菩萨很有缘 我就叫他念 大悲神咒 连续念二十一遍 连续念一个月到三个月 求观世音菩萨 让你看到自己的过去世 的确他也很认真地念 一个月到两个月 他很精进 然后念完以后 他梦中就看到了 原来他跟他爸爸妈妈 过去是三角恋爱 所以投胎做家人 他看了又吓了一跳 后来他问我师父怎么办 我说那你要修平等心 下次买礼物的时候 两个你都要给他 我上次说过 他对爸爸好 妈妈吃醋 不理他 他对妈妈好 爸爸发脾气 不理他 我说你太笨了 下次买礼物 两个都要买 三个人就很开心 然后我就问他一句话 怎么样 来生还要做三角恋爱吗 我说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师父我不要了 当然并不是说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三角恋爱 而是说 当你对生命有疑惑的时候 你真的可以拜观世音菩萨 的确他也在梦中见到了观音菩萨的画像 观音菩萨放光 让他看到过去是 所以希望各位不要去看三世音果 不要去相信乱七八糟的 你拜观世音菩萨 念大悲神咒 念六字大明咒 很认真的念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尤其在你生命当中 你觉得你要做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这个决定会影响自己 会影响家人 比如说 你要不要出国 要不要移民 你会牵涉到整个家族 那我建议你拜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呢 观音菩萨是无私 也是无我的 他绝对不会爱你的 他会让你看到过去 现在未来的真相 而让你用智慧去选择 这是在梦中可以见到 过去宿命通 还有一种是在禅定当中 真正有修持的人呢 他在定中就可以看到 过去现在未来 这是真的 你不用去怀疑 但是呢 这也不是呢 像驾机扶软一样呢 附在你身上 不是 而是你的心清静 像上游流到中游 中游游到下游的河水 心念它是连续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自己的过去世 以及未来 那当然你就会很好奇 你说师父你讲得很精彩 你知道你自己的过去是吗 我可以告诉你 我前一生我自己知道 但是我的秘密不需要告诉你 你真正修行你就会知道 这表示什么 注意听 师父不是要炫耀我修得很好 我说过 这个世界有横河杀树的人在修行 这个世界有横河杀树的 在家出家的大菩萨都在修行 重点是什么 你要对佛法有坚定的信愿行 而不是三天在网 一天打鱼 所以说这个法门又没有效 待会又换一换另外一个法门 再换一个法门一直换 请问你要换到哪时候啊 换到断气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对任何一个法门 都没有信愿行 那就很可惜的 接下来再看身体 请看经文104页 对不起 103页第29行 其身常有牛头沾痰之香 就是说真正修行的人呢 他身心清静的话 因为六字大明洲的功德 你呢 身口意会放出啊 牛头沾痰香 在印度有很多痰香 各位现在很多人很流行 沉香或檀香 沉香是比檀香还贵的 所谓沉 香跟檀香简单的区别 檀香的时候 它烧的时候很香 烧完了就没有 沉香是它在烧的时候 淡淡的清香 然后越来越香越香 等到香烧完了 整个房间都是香 所以沉香比较贵 听说现在新加坡 以及东南亚 大家也很喜欢 印尼或越南来的 沉香念珠 其实沉香念珠 是非常贵的 那在檀香里面 有分等级 最好的叫 牛头沾檀香 第二个 口出青莲花香 青莲花香 代表它 生生世世呢 嘴巴不照 望于两舌恶口 跟其余 雨夜清净 最后 它慢慢修 六字大明洲 身相会圆满 最后呢 它具有广大的功德力 可以影响别人 好 接下来再看 物三 看一百零四页 第三行 各得正果 说是法师 观世音菩萨讲 大春庄元宝王金的时候 讲六字大明洲的功德的时候 这时所有与会大众的要差 听到了呢 都正一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有人得 欲果 欲流果 其中有人得 一来果 也就是 一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这是代表 生文成 若是以菩萨成的话 他起码正出地 欢喜地 前一阵子 我在槟城里 弘法 我听到 现在的年轻人 谈到 一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都觉得很茫然 因为这是圣人的境界 他就跟师父说 师父 我们都不是正 我们正 苹果 ipot 我笑了一下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很有创力 也很天真 这里是真正的正果 是指你调伏了烦恼 你控制自己的身心 累积的功德 而出六道轮回 不是你买的ipot 那个苹果 不一样的 请看 这时候 坐如是言 说 唯愿大悲观世音菩萨 希望你常常住在这里 不要去其他的地方 我于今此黑暗之处 我们用金银珠宝 最珍贵的天金 天上 像天上一样 最珍贵的金银珍宝 造了stuba 又以金宝 造了stuba 旁边可以金行的之处 意思是说 这些呢 罗刹 神众呢 告诉观世音菩萨说 意思是说 我对于三宝 非常的恭敬 我在这里造了stuba 然后佛塔 也依佛塔 而又要金行修持 希望观音菩萨 可以留在这里 接下来 悟四 观世音菩萨讲什么 度众无尽 事实 观世音菩萨 摩赫萨 告与会大众说 我啊 是为了救度 无量的友情众 哪里有缘的众生 我就哪里去 好 你们留我是好意 但是我不会永远 住在这里的 我目的是要让众生 发菩提心 皆令当得 菩提道顾 就是无上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 所以现在 我准备要去 另外一个地方了 观音菩萨去哪里呢 准备飞到天上 去度众生了 刚才他度 罗刹要差众 所以观音菩萨说 哪里众生 跟我有缘 那我就会去教化他 所以观世音菩萨自己呢 他对任何的地方 是不会留恋的 那他呢 真正一众生 有善根 他就会去帮他 接下来请看 104页第八行 丁七 随士菩萨左右分二 勿依苦心思维 食诸药差 各个低头 以守 这个叫做 随塞 随塞是这样 捧着自己的头 就撑着自己的下巴吧 然后 抑郁徘徊 而思维说 哎呀 观世音菩萨 现在就要离开了 那以后 谁能够为我们 说佛法呢 这时候 观世音菩萨 就对着 药叉 左右看着说 讲了下面的话 观世音菩萨呢 于是而去 那所有的药叉呢 就跟着 观世音菩萨走 这时候 观音菩萨 请看 物二 还归本处 观音菩萨就告诉 你们呢 很远的地方来 现在已经满你的愿 也为你说法 应该你回到 自己的住住吧 意思是说 可以散会了 食诸药叉 头面顶礼 观世音菩萨 非常的感恩 礼观音菩萨 逐宜 就各回到 自己的本处 好 到这里是 丙五 观世音菩萨 度所谓的 药叉神众 第五 讲完 现在看 第六段 请看科判 一零四页 第十六行 丙六 视线神变 他到天上去度 贫苦众生 请看科判 分三 幻灯片 从一百零四页 到百零百零五 丁一 慈悲苦心化缘 丁二 详问所来之处 丁三 重问真实身份 好 现在注意这个标题 贫苦天重 升天的人 本来就应该很有福报 但是这个人 他过去的善根 可以升天 可是在天上 他却什么都没有 是因为他吝啬 我们客家话叫做 银叉 银叉就是 铁公鸡不毛一把 一毛不拔 铁公鸡一毛不拔 我讲个笑话 给各位听 下面我有图片给你看 这一段我要讲的东西很多 请专心听 从前有一个猴子 然后呢 在地狱里面 他告诉阎罗王 阎罗王啊 阎罗王啊 我这猴子太苦了 因为猴子都被关起来 然后呢就这样活蹦乱跳 主人喜欢我就对我好一点 不喜欢我呢 就拿猪子打我 阎罗王啊 我想投胎去做人 你慈悲慈悲 放我一马吧 那阎罗王看了 他说可以啊 来 黑白无常走过来 为什么 走过来呢 拔黑猴子身上的毛 拔他一根 哎呦好痛啊 然后再拔一根毛 两根毛 他说阎罗王 你头脚弹去 你怎么拔我身上的毛 他说我拔你一下毛 你都不肯 你这种铁公鸡 一毛不拔 怎么去投胎做人呢 这是一个笑话 可见呢 这个故事是说明呢 当人要有福报 第一个 你要有不失的心 人有些人 很执着 很固执 为什么呢 有些人啊 他虽然很有福报 但是他很固执 不要借药 客家人从小是 勤俭刻苦的 师父是客家人 客家人很勤俭刻苦 但是客家人很吝啬 可能各位学佛了 改了一点 像我呢 也改了很多 为什么 因为客家人呢 从小白手起家 他就觉得说 我自己一切努力得来的 为什么要轻易的给别人呢 他都会觉得 我是这么苦 白手起家的 所以有些客家的婆婆呢 对媳妇就很不好 他就觉得 我以前做媳妇很苦 现在 媳妇才能熬虫婆 所以有些客家的婆婆 是很难相处的 那闽南人呢 很发心 很海派 可是闽南人很喜欢 打肿脸 充胖子 闽南人很喜欢呢 做朋友 来呀来呀来呀 没关系 今天来吃饭来吃饭 我请客我请客 大家喝 大家喝 大家吃 大家吃 就跑到厕所 老婆赶快送钱来啊 我身上已经没有cash了 闽南人的习性就是这样 当然我们现在都是中国人 对不对 大家也是虔诚的佛教徒 讲这个目的是什么 你投胎到哪个族群 其实有你的习性 假如你不学佛法 你就会觉得 我得到的东西 为什么要给别人 没有错 可是请问 死的时候你能带走吗 所以其实 很有钱的人 不一定有不失的心 很有钱的人 不一定愿意去帮助别人 反而是什么 贫穷的人 困苦的人 佛在世的时候 有很多是非常贫穷 非常困苦的人 他却愿意做功德 他的心的功德很大 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台湾前一阵子 有一个小朋友 他听到他的同班同学 得了癌症 癌症要开刀 那因为他是小朋友 还没有到法定年龄 所以他的医药费 非常非常的贵 大概要五十万台币 就是两万五新币 结果呢 全班的同学 一起放膝 帮他募款 很多小朋友 把自己的猪宝宝的钱 都拿出来救他 给他去做医药费 当我看到的时候 我也是非常感动 你看小朋友捐的钱 可能只有对你各位而言 可能是二十马币 五十马币而已 可是这是他 已经存了好几年的钱 当他听到同学呢 得了癌症 没有医药费的时候 他愿意毫不吝啬地捐出来 其实那样的小朋友的功德 心量是很大的 所以佛说 真正的布施功德是从哪里 从你的心 假如你心量大 你布施的数量又大的话 当然你就功德很大 那这个里面叫 度贫苦天人 就是说 他有福报升天 可是他深深世世 吝啬的习性 让他在天上很苦 今天观世音菩萨 观察因缘到了 要去度他 好 在没有讲经文之前 请看幻灯片 这是我们住的南瞻布州 这个娑婆世界 须弥山 接下来 山上道 你看 有天上 左下角是人间 右边是阿修罗 阿修罗是什么 过去世呢 他造了很大的福报 但是脾气很坏 就变成战神 阿修罗常常跟天上打战 为什么 因为天上的美女很美 阿修罗男的长得很丑 可是希望以 抢天上的美女当太太 结果就跟第四天打仗 常常阿修罗本来是打赢的 后来第四天就去求 释迦摩尼佛说 佛陀啊 第四天啊 常常呢 跟天上的天众啊 打不赢阿修罗 佛陀你可以救救我们 当他们要打仗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教我们方法呢 佛就叫他念 波耳心经 摩合波耳波罗蜜经 也就是说 当阿修罗出动的时候 所有的天人 那一样 防卫得很好 心里念 波耳波罗蜜多 心经观 自在菩萨行身 波耳波罗蜜多时 全部一起念 如果不能念 就念 摩合波耳波罗蜜 这时候呢 阿修罗呢 就全部呢 就撤退了 天人就打赢了 左下角 是人间 所以 天上 人间 跟阿修罗 这是善根 比较多的 那 注意听 传统上 这三善道 大部分都随度呢 文殊菩萨 跟观世音菩萨度 比较多 为什么 因为天上的人 相貌很庄严 他要看到一个 比他更庄严的大菩萨 为他说法 他才会相信 假如一只呢 鬼来跟他讲啊 他是不相信的 所以在天上 你如果多读一些经论 佛在天上的时候啊 为大凡天王讲经的时候 佛呢 是现毗卢这那佛 重重无尽的抱身佛 那天人看到 他就会生公信心 哎呀 佛这么广大 这么庄严啊 那他说佛法 就会对佛有信心 而且天上的天人啊 因为过去在人间 持五戒十善 持布施波罗蜜 六度波罗蜜 还有特别要修禅定 然后呢 他功德力就升到天上 所以天上的人 相貌都是很好的 接下来请看 你看 天上里面的兜率内院 中间看到的就是 弥勒菩萨 他在弹印度西塔琴 画的里面是印度西塔琴 他用音乐 讲经说法 广度众生 所以天上的众生 比我们有福报 他们出门呢 还不用搭飞机的 他是坐着大宝莲花 自然就会飞的 十方佛国土呢 有些功德呢 成就的时候 他可以来去自如的 他也可以听到 弥勒菩萨 讲经说法 所以他利益众生的福德 因缘很多 很多 但是天上的众生呢 因为有些 他有欲界 色界跟无色界 那因为天上的人 相貌都很好 所以天上人都只会享乐 多多 可是他说不学习佛法 福报用尽的时候 他有五衰向线 第一个 天人身上都有鲜花 当他的鲜花 已经开始变枯萎了 还有天人呢 身上呢 都有香气 可是他已经流臭的汗 还有他坐在 莲花宝座里 开始坐不稳的时候 就表示他福报 想尽了 这时候他就会 堕落下来 有些会来到人间 有些会堕落 六道轮回 所以天上的人呢 虽然短暂快乐 但是他也是不是永恒就近的 好 现在你看 这天上就有弥勒菩萨 所居住的净土 所以我们苏博世界 有没有佛呢 有 弥勒菩萨 可是你要见弥勒菩萨 也不容易 你要修五界十善 修六度波罗蜜 还要修禅定 还要念弥勒菩萨的名号 你就会见到弥勒菩萨 接下来看 我去中国大陆 云刚石窟所教教的 教教弥勒 十地菩萨 只有十地 他的脚是交叉的 这代表下一地 十一地 他就能成佛 这是弥勒菩萨 好 接下来看经文 丁一 慈悲苦心化缘分五 看物一 现婆罗门身 时观世音菩萨 摩赫萨 来去自如 他有神通 就像火焰一样 升到虚空当中 一直飞飞飞 飞到了 刀立天宫 到了天上 他变了一个 婆罗门身 待会给你看图片 在所有天众里 他有神通 他看到有一个天子 叫做妙颜尔 他的名字就叫妙颜尔 这个人啊 常常很贫穷 刚才说过 身在天上 应该很有福报 那是因为他过去 是持戒的功德 还有归一三宝的功德 可是这个人啊 很吝啬 他很不愿意布施 而且呢 布施完了以后呢 他还会后悔 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比如他布施呢 五十块新币 投了以后呢 想一半 早知道我布施 二十五就好了 所以各位做功德之前 要想清楚 你自己的能力有多少 上次我说过 有一个老菩萨问我说 师父 常常布施 布施 我将来会不会得到 贫穷的果报 答案 你讲这句话 表示你对 布施的道理不太了解 布施 绝对有无量的功德 跟福报 佛也没有叫你 所有的财产 拿出来布施 注意听哦 专心听 我举例子给你听 你不要想太多 我只是讲佛法 我没有暗示什么 比如说你有 一百块的新币 佛叫你 四分之一 要养爸爸妈妈 四分之一 供养三宝 四分之一 就贫穷的人 贫穷或老人 四分之一 留起来 以便紧急苦难用 所以真正佛告诉你 一百块新币的话 你不需二十五块啊 佛妹叫你 寄来啊 寄来啊 大家都拿来啊 师父 佛妹这样说啊 佛叫你四分之一啊 这写在大宝基金啊 波斯尼王问佛陀 佛陀说 圣弟子 布施四分之一啊 我再讲一遍 四分之一 养你的爸爸妈妈 跟家人 四分之一 供养三宝 四分之一 去救贫穷 跟病人 跟老人 四分之一 要留起来 万一发生意外 或紧急苦难 要用 对不对 我教你一个 发财的方法 好不好 要听吗 确定吗 答案是要节俭 好 注意听 我现在教方法 假如你赚了是 一千 八百新币 或两千好了 老菩萨可能没那么多 我知道 没关系 我举例子而已 你应该学着 存钱 每个月 比如说 存 两百五十新币 开一个 PO box 存进去 不要提 你要每个月存 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的福报 不管全世界 经济不景气 注意听哦 这真的很重要 师傅是真心 关心大家的 我虽然是和尚 但是我也 做助持 我也管金钱 财务管理 要有智慧 台湾就有一个例子 就是这样 他每个月就存 两百五十新币 存 只能存进去哦 不可以有提关卡 你不要存一存 下个月呢 又跑去 casino 湿巴拉 这样一丢 就是呢 丢甩子 希望呢 赚回来 不可以 你只能存 然后呢 不要提 你想想看 你每个月存 两百五十新币 十个月就有 两千五十新币 一年你存多少 存十年 存二十年 存三十年 将来万一不幸 台湾就有一个例子 家人突然发生车祸 结果呢 先生发生车祸 自己也没有工作 小孩也生病 那时候很紧张啊 突然他老公跟他讲 我有存一笔钱 他老婆说 你怎么偷着我后面 存一个私房钱呢 他说那是我的钱 我是一个好的老公 我存钱 我怕我们家 万一有意外 会有紧急苦难用 可是他就提出了 大概台币呢 三十万 到五十万 对不对 所以 他就救了家的灾难啊 所以你要存钱 因为存也是你的福报 福报要有智慧用 所以各位应该存钱 虽然不管在全世界 经济不景气 你要怎么样 做很多功德 你可以做财务规划 可是你存起来的时候 人都会老的吗 老的时候呢 虽然新加坡政府很慈悲 有很好的政府基金 我供基金的制度 可是你若没有钱的话 你会担心 还有现在物价越来越来贵 对不对 本来呢 以前吃个栽米粉三块钱 现在可能要六块钱了吧 再喝个凉水两块 那就八块钱了吧 将来的物价会更贵的 所以很多老菩萨都会担心 这是自然 但是你要存钱 存钱是你的福报 你要拿四分之一 养自己 照顾家人 四分之一 供养三宝 四分之一 就贫穷 病人 跟可怜的人 四分之一 留起来 做紧急之用 你这样修 我告诉你 到老的时候 你就不会担心 知道吗 智慧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请看 物二 苦心乞讨 这时候观世音菩萨有神通 现婆罗门身 看到他过去 现在 未来 就到这个妙言尔的 天子的门口 就敲门 有人在家吗 天子啊 我告诉你 我今天非常非常的饥饿 我也很口渴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食物 跟水好吗 这时候观世音菩萨 跟他化缘 请问 观世音菩萨会没有福报吗 有 但观世音菩萨知道 这个人得度的因缘到了 所以他就故意要去跟他化缘 好 先看幻灯片 中国水月观音 中国宋代以后 观世音菩萨 很喜欢造女仲相 尤其是禅宗 很喜欢这个水月观音 为什么呢 水月代表缘起信空 然后他雕禅座的相 所以中国观音菩萨 在宋代以后是造女仲相 多说一两句 中国在禅宗里面呢 修禅的人 也念大悲神咒 跟准提神咒 观音菩萨在打坐 可是这是中国的造型 你看 现在让你回到印度 看印度的观世音菩萨 是这样的 印度式造型 狮子吼观音 你看他脸是男生像 瘦瘦的 这是印度的狮子 好奇怪 印度的狮子跟我们不太一样 对不对 他的文化 反正就雕刻 狮子吼观音 是代表的吗 他可以到天上 为天人讲经说法 做狮子吼 待会给你看 他会献婆罗门声 因为婆罗门声 在印度四种性里面 是最尊贵的 所以佛经来自于印度 所以其实你若多了解 印度文化的话 会帮助你理解 所以在印度造型的 观世音菩萨 都是大丈夫像 都有像男众一样 有留胡子的 中国人比较喜欢 女众造型的观世音菩萨 其实我在part 1讲过 观音菩萨不是男众 也不是女众 是因众生的心而显现的 再看 狮子吼观音 告诉各位 现在在印度的 十七世高玛霸 就是贤结第六尊佛 弥勒菩萨的下一尊 就是他 五十七亿六千万年 五十七亿六千万年以后 当弥勒菩萨 从东帅天宫 到人间的时候 所有的诸佛菩萨 一佛出世 千佛拥护 这时候 高玛霸也会化现为 印度人而出家 而成为下一尊佛 第六尊 狮子吼佛 所以你不要怀疑 他绝对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这是2007年 我参加法王的法会 四壁观音的灌顶 而我拍到的 所以这个世界上 的的确确也有观音菩萨 真实的化身 再看 观音菩萨 十六十七世的大宝法王 跟华人缘很深 他也是我的老师 然后呢 他会讲华语 你看他会画书法 他画骑龙观音 所以观音菩萨到天上去 骑什么 骑很多座骑 其中是骑龙 因为中国人认为龙 是九五之尊 最为尊贵的 当天人看到观世音菩萨 骑龙来的时候 他会非常非常的恭敬 好 再看 观音菩萨 献婆罗门身 贵族身 在印度 婆罗门是很尊贵的 婆罗门大部分是当祭司 你看他有很多的仆人 来呢 服侍他 其实印度人的相貌 是很庄严 在新加坡都有很多小印度 little indian 你看印度人相貌 五官很好 为什么 因为他也羞耻 他也供花 也供灯 当然印度教 有印度教的文化 可是我要说的说 他也在修持 所以印度教的人呢 相貌都很庄严 男的是帅哥 女的也是美女 全世界好多次 全球选美 第一名是印度的女孩 为什么 他也是多生多节修的 再看 观世音菩萨 献婆罗门身 对不对 这是婆罗门教的造型 他跟我们中国看的不一样 当然观音菩萨要度华人 当然他会献华人的身 观音菩萨要献马来人 当然会献马来人身 为什么 他会觉得比较亲切 可是到印度的时候 你会看到 印度的背景文化是什么 印度教 佛教呢 是在印度教里面呢 而产生的新兴宗派 我常常说 是印度教的改革派 对不对 所以观音菩萨献婆罗门身 到天上 再看 请看经文 物三 坚持少分 请看经文 一百零四页 第二十三行 他说 彼时天子就掉下眼泪 告诉这个观音菩萨 化身的婆罗门说 我非常非常的贫穷 贫穷到呢 我连一碗饭都没办法给你 也没有吃的东西 很抱歉 婆罗门就跟他说 我不管 我今天来呢 我一定要化缘到 至少一点点东西 我才愿意走 我功所需 必应相馈 就是说 我今天既然来你的 如果空手离开 是不好的缘起 你至少给我一点点东西吧 水果也可以啦 一碗饭也可以啊 一个饮料也可以啊 那可是呢 这个天人就跟他讲 我什么都没有 接下来呢 好 观音菩萨就现神通力了 物四 妙宝充满 他说没有关系 没关系 你进去你的厨房 看一看 一定有东西给我的 结果这个天人啊 就一进入自己的房间 一看 哇 所有的房间 就充满了所有金银珍宝 而且金银珍宝里面呢 都充满了各种食物跟饮料 他说 诶 这个怎么来的呢 他觉得很讶异 而且所有的金银珠宝的 这个器具上 都装满了上位饮食 而且有各种庄严的衣服 还有 跟住 珍珠 樱珍宝 所有的首饰 都充满了他 所有的房子宫殿中 这时候他吓了一跳 为什么吓了一跳呢 请看下面 物五 住院长寿 这时候天子 他想 这个人 婆罗门绝对不是普通人 我平常这辈子很穷 什么东西都没有 现在怎么 他突然来问我呢 我回头一看 我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有 这个婆罗门 绝对是很不可思议的人 他是可以让我得到 殊胜福报的人 所以这时候 他非常的欢喜 就请了婆罗门 进入他的房 屋子翻过来 一百零五页 然后呢 供养所有上庙饮食 供养各种金银珍宝 就跟他说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你来 抱歉 我家突然有很多很多